亲爱的大朋友们,小朋友们,你们好,我是爱多绘本的燕子,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,别忘了点赞和订阅。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是,谁说一定要用蓝色画天空? 作者是加拿大的皮特·雷诺兹,是由文汇出版社出版。 玛丽是个艺术家,她喜欢图图画画,甚至还拥有自己的专属画廊。 她的作品并不都挂在自己的画廊里,大部分的画是跟世界分享的。 她画了很多很多的海报来表达自己的信念。 玛丽在学校里很出名,因为她的衣着很有创意。 她的手提盒里装满了美术材料。 她还坚信每个人都是艺术家。 是的,玛丽是个彻头彻尾的艺术家。 所以,当老师说全班同学要为图书馆画一幅壁画时,玛丽已经等不及了。 教室里掀起了一阵头脑风暴。 同学们一边亲嘴巴舌的商量,一边画草图。 他们共同画出一幅长长的大画,然后他们抬着长长的画去图书馆。 我要画鱼,我也要画一条。 我,我要画大海。 玛丽喊道,我要画天空。 玛丽翻遍了颜料盒,可就是找不到蓝色。 啊,没有蓝色,我怎么画天空呢? 放学的铃声响起来了,他们不得不放下画笔。 玛丽踏上校车时还在琢磨该怎么画呢。 回家的路上,她一直凝视着窗外。 落日西晨,渐渐地接近了地平线。 回到家,玛丽看着白天,也渐渐变成了黑夜。 那天夜里,玛丽也沉沉地进入了梦乡。 她梦见自己漂浮在色彩绚烂的天空中。 数不清的颜色盘旋交错,浑然一体。 第二天早上,玛丽站在鱼里等校车。 她发现天空不是蓝色的。 她笑了。 到了学校,她冲进图书馆,抓起调色盘开始往里面倒颜料。 这种颜色,那种颜色,她用画笔搅拌着,调出一种全新的颜色。 玛丽开始在墙上画了。 有个男孩问,那是什么颜色? 这个呀,玛丽说,这是天空的颜色呀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 是啊,谁说一定要用蓝色画天空呢? 小朋友们,你们都见过什么颜色的天空呢? 如果让你来画天空,你会画什么样的天空呢? 快快在社区留言板留言告诉我们吧。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,别忘了点赞和订阅。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,拜拜。 如果还想听什么有趣的故事,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哦。 别忘了点赞,分享和订阅。 谢谢,下周见。